80年前的12月8日,日軍對香港發起攻擊,守軍節節敗退, 經歷18日抵抗後投降,香港淪陷。 不過,香港的抵抗運動並未就此消聲歷跡, 很多香港民眾毅然加入遊擊隊,反抗侵略。 1942年2月3日,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港九大隊 在西貢黃茂應川的教堂宣告成立,其後改稱港九獨立大隊, 直屬中共領導的東江中隊司令部,下屬六個中隊, 由長槍隊、短槍隊、海上武裝隊、城區地下武裝隊和情報系統等等。 當時港九獨立大隊有過千名隊員,主要是香港新界居民組成, 而他們的領導班子多數是香港工農和知識分子。 首任大隊長蔡國良曾經在香港桃花罐頭廠的官員, 正位陳達明是一位大學生。 國際工作小組負責人黃藏梅,是黃隱書院畢業生。 這一支遊擊隊曾經先後轉戰東江兩岸, 港九敵後襲擊日藝軍,也在海上打擊敵人。 例如遊擊隊隊員曾經在獅子山下殲滅日軍分隊, 還突擊日軍牛池灣哨所,也曾經喬莊進入九龍塘處決漢奸。 值得一提的是,遊擊隊營救了大量文化人士和國際盟軍, 有很多內地著名人士包括何香營、柳雅子、喬冠華等等, 也有香港大學教授兼義勇軍成員賴蓮氏,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民軍軍人。 抗戰勝利後,港九獨立大隊部分工兵不想加入解放軍, 也有部分戰士退伍還鄉,回歸和平生活。 港九大隊的抗日攻職,在港英時期就被淡化處理。 不過,他們的攻職並沒有因此被遺忘。 回歸後,1998年12月28日, 特區政府在大會堂舉行原東江中隊 港九獨立大隊陣亡戰士明察安放儀式。 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親自將115名列士明察安放在列士紀念音之內, 確認港九大隊的歷史地位。